我杀只狗给你看 你说杀人 不曾说杀狗 你用这刀杀个人给我看看 不然就把刀给我 别人怕你 俺可不是你能撩拨的 来来来来 往这儿看 看哪 杨智绝对是水浒传中最倒霉的男人 走小路遇到潮盖抢生辰缸 走山路遇到林冲叫投名壮 走水路又碰上风浪帆船 鬼鬼咀嚼卖宝刀 结果又撞上牛二撒泼打滚 堪称摔神附提 杨智搞对了花石缸 好不容易凑够钱 跑到东京 想要打通关系东山再西 可惜却撞上了铁面无私的高求 我已经写好了 评语就是所犯罪名随以赦免 但难以为人 永不露用 杨智心里狂骂娘 表面却忍不住开口提醒 毕竟自己可不是空手来的 小人的家传宝刀可曾说好 高求当场被逗笑了 你不提我还忘了 别人送礼都是金银财宝 到了你这里 却傻不愣愣的送来一把刀 你看我像是缺刀的人吗 当初临冲的那把还是我扔出去的呢 原来这才是杨智没能东山再起的真正原因 他拎着宝刀失魂落魄的走在大街上 回想起自己的倒霉经历 差点委屈的哭出声 眼下兜里的那点钱都花光了 无奈只好变卖宝刀 可惜他扯着嗓子喊了一上午 愣是没一个人来问 没办法 东京城里的临冲太少了 大部分都对刀没有兴趣 杨智为了吸引直播流量 跟随当街耍起大刀 不到两分钟 看热闹的观众就围了离三层外三层 然而下一秒 老少爷们们突然四散奔逃 这模样像极了小鬼子进村 杨智正纳闷大街上哪来的老虎 结果他收起刀刚准备走 却猛然被一张沾满屏幕的大猪脸 吓了一大跳 三千罐相当于三千两银子 换算成人民币差不多有几百万 花几百万买把刀 这显然超出了牛二的认知 再大看来 刀的作用无非就是砍瓜切菜 三世文就能买一把 因此杨智给出价格 对牛二来说完全就是天方夜谭 说白了就是额钱 身为结巴的牛二同志 打算惩恶杨善 好好教训杨智 你这把刀有啥牛逼的 要卖那么多钱 我这刀有三宝 第一砍铜堕铁 刀口不卷 你敢砍铜钱吗 说着他把一叠铜钱放在案板上 杨智拔刀轻轻一吹 十多枚铜钱 同时被砍成两半 再看刀口 毫发无损 锋利依旧 牛二立马来了兴趣 你且说 这第二件好处是什么呀 吹毛得过 我不信 你故意让我看看 杨智半句废话没有 轻轻一吹 一缕头发奇奇断掉 牛二眼珠子蹬成了牛刀 打定主意 要坑来这把宝刀 于是问起第三件好处 这第三 杀人不见血 怎么个杀人不见血 把人一刀砍了 并无血痕 只是个快 我不信 你用这刀 多一人给我看看 杨智听后终于明白过来 感情这家伙是个纯纯无赖 他有心直接离开 可又害怕观看的人群中 真有想买刀的人 于是提出当场杀只狗 证明一下宝刀的牛杀 你说杀人 不曾说杀狗 你用这刀杀个人给我看看 不然就把刀给我 别人怕你 俺可不是你能撩拨的 来来来来 往这儿砍 砍呐 杨智这辈子从没见过这种要求 但鉴于牛二是个纯无赖 他决定不满足对方 只是一个过肩摔 将其掉趴 不料牛二却直接冲上了抢刀 杨智瞬间来了火气 他可不是林冲 牛二也不是高崖内 只见杨智猛的掉转刀锋 膝盖向上一顶 宝刀划过牛二的脖子 牛二直挺挺的倒地 临死前还不忘给个好评 杨智猛的挥刀要砍 吓得男人嚎啕大哭 排尿系统瞬间失灵 白胜关键时刻的一泡尿 才是智取生辰钢 最终能成功的重要原因 正是这一泡尿 让杨智认定 白胜就是个贪生怕死的小菜鸡 从而放松了警惕 就对不久前 杨智在大街上一刀误杀牛二 事后他主动跑去自首 本以为只会被判个防卫过当 激情杀人的罪名 可往往没想到 福音听了小弟的秘密汇报 直接判处赐配大名符 尽管杨智喊破了喉咙 却依旧无济于事 就在他心灰意冷之际 天上偏偏砸下个大馅饼 大名符的一把手梁中书 竟表示很欣赏杨智的帅气 以及不服就干的气质 当场送贤又送官 还提拔他做了军队提督使 把杨智感动得稀里哗啦 而梁中书真正的目的 是要利用他的彪悍武力 为自己押送生辰钢 恩下小人何德何能 怎敢当此重任 杨智是真害怕 一是不愿意碰着 搜刮来的明纸明膏 二来他对自己的 快递物流技能 实在没啥信心 可惜他的话 落到梁中书的耳边 却完全变了味道 你莫非是听说 我这生辰钢 是代谢的不义之才 这等谣言 是怕被天下的好汉 所耻笑 话说到这一份上 杨智想拒绝也不敢了 毕竟如果不是老梁 自己估计还在老里搬砖呢 为了有朝一日 能重现老杨家的功辉 他只好答应这样拆尸 唯一的要求就是 生辰钢的押送 必须低调再低调 不能用马车押送 只能让军汉们 尖挑背抗 一帮人假扮客商 日夜兼程赶往东京 这十几单礼物 都在小人身上 责任重大 其他众人 必须听杨智拆解 要早行便早行 要晚行便晚行 要住便住 要歇便歇 我就是叫他们去死 他们也得听着 梁中书回想起 以往丢失过的财货 当场同意了杨智的所有要求 结果老杨是满意了 一路上挑弹的军汉们 却受尽了谩骂鞭打 他们不是杀和尚 不懂得任劳任怨 对杨智的怨气 也随着时间的推移 即将到达了临界点 直到这一天 一星人终于来到了 宿命中的黄泥港 偶遇了朝改欺人 假扮的早贩子 杨智经过仔细试探 却没有发现半点不对 正当他放心休息时 第三方卖酒汉子的出现 打破了现场的平静 杨智瞬间警惕新大旗 盯着朝改半天不说话 先让气氛顿时缓和下来 军汉们得知 白圣是卖酒的 立马来了精神 打算凑嫌买一桶酒解渴 不料杨智却突然爆发 不由分说抡起鞭子 狠狠抽打手下小弟 谁让你们自己买酒的 俺们自己买酒解暑 与你喝干 你还打俺们 这些陆林强盗的勾当 其实你等所知 多少好汉就背着一碗蒙汉药麻烦了 你知道吗 翻酒当 不要理他 自卖俺们一桶 白圣听后当即切换老戏狗模式 说啥也不肯卖 双眼紧盯着杨智 态度嚣张至极 也显示自身功名磊落 下一秒杨智直接拔刀出鞘 要一刀砍了他 白圣吓得爆头鼠酸 在强大的杀气恐吓下 竟当场尿了裤子 尿了 尿了 我杀死你们 一场闹剧过后 杨智总算卸下防备 殊不知真正的危险 才刚刚开始 这绝对是杨智一生最后悔的时刻 曾经有一瓢美酒摆在面前 我直接一言而尽 等迷迷糊糊晕倒的时候 我才后悔莫及 人世间最痛苦的事 莫过于此 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 老的就算渴死 也不会喝 与其说智取生成钢 是一次智商上的较量 不如说 它是一场演技的对标 白圣用意跑尿 打消了杨智的顾虑 君汉们终于能凑钱买酒了 可白圣偏偏要把演技进行到底 双手插头死活就是不卖 下一秒 朝盖闪亮能章 疯狂替杨智说好话 荒山野岭人家有怀疑 也很正常 你一个做买卖的 心眼咋就这么小呢 那次一口长刀 要你还背口短刀 我看他就是强人 无用趁机提出要买一桶酒 好说歹说总算说动对方 一行其人当场 撸胳膊挽袖子 咕咕咕咕狂灌酒 一边喝一边吃澡 浓烈的酒香很快飘到杨智这边 惹得君汉们不停的吞咽口水 烈日炎炎 烧得他们口感热燥 简直被折磨得要死 正当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酒香吸引时 无用趁论往瓢里倒入蒙汉药 刘腾转头用另一支瓢去咬酒 白胜迅速掉转枪口 在无用喝酒之前 抢过木瓢 在桶里乱脚一通 蒙汉药顺利化进米酒中 一番精彩至极的表演 确定迷惑了杨智一会儿 君汉立马去找老独管 请他去向杨智求情 杨智市 那帮饭早的客人啊 已买了他一桶 我欠 另一桶也被他们吃了一票 那帮人倒还平安 想必这酒还比较干净吧 不如让众人买了这一桶 胡乱的解个暑气 你可如何呀 独管既然这么说 那就买吧 可惜白胜依旧摆出一副 宁死不卖的态度 又是无用开口劝说 一帮人轮番看酒 白胜装出一副 无可奈何的神色 让出了最后一桶酒 朝盖还大度的表示 出门靠朋友 资助了大早和木飘 君汉们当即开怀畅饮 殊不知自己已经入了局 杨智目光紧盯着米酒 而朝盖一帮人的目光 则紧盯着杨智的动作 其他所有人 他都不放在眼里 唯独这位战力彪悍的青面兽 必须放倒 否则他们以一敌气 都没有百分百的把握 杨智强忍着烈日暴晒 蹲着木飘犹豫不决 他仔细回想了 之前的所有细节 确认没有疑点后 终于将酒一饮而尽 万万没想到 他前脚刚喝完 手下小弟后脚就七倒八歪 失去了知觉 杨智迅速翻身做起 刚走两步 就感到敏软无力 他强撑着挥刀 一阵乱砍 可惜却毛用没有 眼睁睁看着十万生辰钢 被潮盖一帮人运走 关注我 下期再见 喜欢的观众 记得一键三连 多多转发